這個去甲手術並不是說像我們去做美甲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人把你第一個指節全部切斷 會造成貓其他的痛苦 他整形的部位會影響到他的健康 或是對他的生命造成危害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 寵物進行整形 通常跟人的目的是蠻不一樣的 他整形的部位會影響到他的健康 或是對他的生命造成危害 所以我們才會去做 比如說訪問犬像法國動腦犬、英國動腦犬 八個這種他們有軟餓過腸的問題 會造成一些像夏天的時候容易休克 散熱不一 然後呼吸中止症 然後像有的是睫毛倒叉 眼瞼內反 然後像有的像皺摺性皮膚炎 就是甚至整個都爛掉 然後他們可能就因為這樣子收明而減短 那這個必須要做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因為為了曖昧 那其他非必要的 像杜冰要撿耳朵、玄瑞也要撿耳朵 然後撿尾巴、科技、貴賓 杜冰有的也是撿尾巴 這些就是屬於非必要性的 只是人覺得這樣子比較美觀 現在來講的話 大部分的動物醫院有一個越來越少做 所謂眼瞼內反就是 會造成睫毛倒叉 然後睫毛會刺激到眼球的角膜 那這種點眼藥水的話 通常也只能改善一點點 然後動物會很不舒服 動物又不會表達 所以說主人沒有很細心的去觀察他的動物的話 到最後會發現說反覆的感染啊 然後睫毛眼啊 到最後角膜會潰瘍 然後潰瘍久了 他這個刺激沒有移除 到最後動物會失明 因為他會有黑色素沉澱 所以說有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就需要做這樣的手術 但是貓有的也有 通常也是扁臉的 也是扁臉貓 像波斯貓啊 然後還有皺褶比較多的犬種 就是動牛犬 英國動牛犬 法國動牛犬 然後巴哥 這些都是蠻常見的 因為他們構造的問題 所以說很容易造成眼瞼內反 那比較胖的黃金 或者是送絲 這些也蠻常見的 內反的眼瞼 下方劃開 然後把他裡面的脂肪組織 然後多餘的組織 把他取出來 然後再向外縫合 讓他變成說不要捲進去 然後這個在人 應該是跟人的霜臉皮的手術 有點類似 皺皮手術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的皺褶性皮膚炎 比較胖的狗 或者是 也是像鬥牛犬 冰豆發豆 然後再來就有沙皮 那種皺褶比較多 然後有一些 也是一樣比較胖的松絲 或者黃金會有 那他們比較容易 需要矯正的部位在 像比如說鬥牛犬 它這邊它有 法令紋 就有兩條 你會常常看到這邊 有兩條都黑黑的 會這樣子 就是同時合併 他們眼瞼內反 造成眼淚過度的分泌 然後再加上 它這邊皺褶把它悶住 假設說 常常的 時常的清潔 跟吃藥沒有辦法改善 我們就要做手術 把它整腹讓它修平 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像鬥牛犬的尾巴 他們不是結尾 他們是天生長那麼短 它那邊很容易藏汙納垢 那有的這個就需要 甚至把整個尾巴 從圍尖椎那邊把它移除 然後其他像 比較胖的狗或貓的話 像母狗或母貓 他們在櫻 櫻的周圍 也會有 因為 比較肥胖 所以說會造成 整個櫻椎陷進去 然後在櫻椎的附近 會藏汙納垢 那這個會有一些問題 除了發出二臭之外 因為它那邊容易藏汙納垢 而且離尿道口很近 所以說這樣子的動物 也容易膀胱炎 假設主人在內科治療 就是服藥跟清潔 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做手術 把它翻出來 就是除了減肥之外 就必須要用外殼去幫忙 最主要會影響到 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命風險的問題 就是這種短蚊犬 有養這樣子狗的氏族 你們可以注意 就是 牠在散步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 就是走個五分鐘十分鐘 牠就累了 很過度換氣了 然後 舌頭我們講發尬 就是舌頭會變得沒有那麼紅 尤其是你跟其他的狗比起來 其他的狗可能 牠熱的時候 牠在換氣 牠在哈氣的時候 牠的舌頭是很紅潤的 可是你的狗其實是 就是有點淡紫色 或是蒼白 甚至是深紫色 那常常這樣的話 你就要注意 再來就是說 有些這種短筆紋的犬種 牠沒有辦法收睡 牠會睡一睡 突然間清醒 突然間清醒 然後很急促的 很慌張的呼吸 那這個你就要注意 牠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軟餓過長而容易造成 跟人一樣的呼吸中止症 這種是蠻嚴重的 這種應該要 立刻找你的收醫師評估 就是牠沒有辦法睡著 因為牠只要睡著 牠就吸不了氣 這種短筆紋的 全走發症、陰症 牠很聰明 牠會找到一個方式 比如說 牠靠在桌子上睡覺 或者是說 咬著玩具 牠就不會被牠的軟餓塞住 牠就可以呼吸 就類似像冷的止寒氣這樣子 沒有辦法睡覺 這個是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也有可能在睡眠中 就是發生意外 就是你早上醒來 就發現牠不在了 再來的話就是 容易嘔吐 因為牠們要需要 常常要用力呼吸 就是因為吸不了氣 所以說牠們緊張 牠們常常肚子會用力 肚子會用力 這個情況下 當牠們吃飽 牠們就會很容易 就是吃什麼會吐什麼 所以說 當你有養這種狗的施主 你有發現說 你的狗有這些現象 算是症狀蠻明顯 蠻嚴重的 都要立刻找你的醫師 評估說 是不是需要實行這樣的手術 短分拳症候群的手術方式 一般來講分三個部分 一個是 我們可以去注意 像這種 發股動能拳 英國動能拳 跟八哥 這三個拳種比較有代表性 牠們的鼻孔都比較狹窄 所以說會導致牠們不太用鼻孔呼吸 都用嘴巴呼吸 那嘴巴呼吸的時候 牠這個時候又遇到一個問題 嘴巴呼吸 牠的軟餓太長 長到就是說 牠夾在會煙軟骨跟氣管流入口處 我們手術除了要把牠鼻孔擴張之外 然後軟餓也要適當的切除 讓牠氣流進去的時候 不會因為軟餓過長 而擋住牠的散熱跟換氣 然後再來 有一些動物我們麻醉下去看的時候 會發現說 就是猴頭附近 在深門的前面 因為牠常常這樣子用力呼吸 而造成猴頭小狼怪犯 甚至水腫腫起來 那這個東西也會擋住 就是當你光把鼻孔做大 然後把軟餓修短 牠這個猴頭小狼 牠還是不會馬上縮回去 甚至永遠都不會縮回去 那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猴頭小狼切除 有些市主他很害怕 除了麻醉風險之外 還有就是疏後照顧 會怕會壓力很大會很麻煩 那事實上是不會 那我們講最主要的部分 像短病人的群腫 牠會把那個軟餓切除 那因為傷口是在裡面 所以說一般照顧很簡單 疏後大概24小時 不能吃東西 然後要喝水 那喝水的話我們會建議 水裡面加冰塊 然後這樣是會有冰敷消腫的作用 然後大概24小時之後 24小時到96小時 這三天內 吃泡軟失軟的食物 然後為了 因為有鼻孔 鼻孔的傷口在外面 那因為鼻孔的傷口 那種縫合是用很細很細的線 大概跟頭髮一樣細的線 所以那個很容易摩擦掉或抓掉 要帶一個EDX100頸圈 讓它不容易自己會去剝掉 或是去摩擦 去摩擦掉這樣子 那基本上照護都還蠻簡單的 然後其他像 顏檢內犯的手術 皮膚皺褶手術 這個照護上更是 不太需要費心 主要都是要防止動物 因為傷口有點疼痛 或是搔癢 然後去填飾或是把傷口咬開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代照紙 或是穿防填的衣服 或是包紮這樣子 這個去甲手術並不是說 像我們去做眉甲 或是修指甲這樣子 它等於是 讓它的爪子都長不出來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人 把你第一個指節全部切斷 這個是沒有必要 而且是很殘忍的醫療行為 會造成貓極大的痛苦 因為它沒有爪子可以攀爬 可以自我防衛 所以貓的個性 有可能會變得很自卑 那也有可能變得攻擊性很強 因為它沒有爪子 它就變成它都用咬的 它會咬人 對人很不信任 然後再來 貓跟狗比起來的話 貓其實它比較容易 因為心理的憂鬱 而造成生理上的問題 像比如說 滅耀到發炎 厭食症 然後厭食症 引起肝臟的 肝臟的子子敗血異常 這些問題 所以說 其實貓的心理狀態是蠻重要的 就是強烈不建議做這樣子的手術 現在大概也找不到收醫師 願意替貓咪做這樣的手術 貓咪做血療屠都在以前是為了什麼嗎 在以前是為了什麼 在以前就是為了 因為它會破壞家具 近代這幾年 對貓的心理 就是比如說 過度的壓力 因為比如說你沒有給牠貓抓板 你沒有就是注重環境的清潔 你沒有給牠乾淨的貓擦盆 這個會讓牠壓力很大 牠們抓這個行為 是一種紓壓的行為 那你這些東西你沒有注意到 你沒有給牠 那牠就會破壞家具 但在受醫師的角度 我是不建議讓你的動物去染色 那你如果說很局部 比如說就是尾巴、耳朵 就是好玩 類似像綁到穿衣服、裝飾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稍微可以接受 那如果是大面積的染色 尤其有些寵物店會標榜說 他們的染色機是無毒無害的 其實或多或少都還是會 因為你是把一個東西加在牠的身上 那其實或多或少都還是會有遇到過敏 就好像說蝦子 蝦子沒有毒 可是有些人吃蝦子它就是會過敏 有些染色 有在做染色的寵物店 牠會說 沒有肝腎功能不好的才可以做 那牠為什麼要標榜 沒有肝腎功能不好的才可以做 那就是因為牠那個染劑 可能會對肝腎造成負擔 沒有 沒有這樣子的手術方式 沒有臭脂手術 一般胖的就是要飲食控制 以前早期大家都把動物養得胖胖的 覺得這樣子好像比較面子 可是現在大家都慢慢的觀念都越來越好 就是也會注重肥胖健康的部分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下面的小鈴鐺喔